欢迎继续回到台湾顾问团 南海主权争端再起 那么在这一连串的争端当中 台湾要如何自处 而我们的南海战略又是什么 究竟能不能拿得出来 那么刚刚一路大家讨论到了 我们现在手上还有的就是太平岛 那么太平岛是我们的最后一块阵地 这个绝对要好好的守住 我知道我们的这个林玉芳委员 您登太平岛就登了两次 实地到这个岛上 拍摄了这个第一手照片回来 不管是这个武力配置 或在这个机场的部分 是不是委员有一些补充说明 我们现在机场跑道的确是 如画面所讲是1150公尺 这C1113栋飞这么短的跑道 在全世界大概 我们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不是最短的就是次短的 所以我们飞行员真的蛮伟大的 那至于说让F16换下IDF进驻 没有这个计划 那你这个跑道大概还要再拖宽 那在拖宽太长的时候 到1500有可能 超过这个就很难 最重要的岛不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没有空中加油的设备 所以我们的飞机 你要从台湾飞到太平岛 是没有办法飞得到 你飞到也回不来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计划 没有这个计划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先这样讲 就是说行政部门的确遭受很大压力 美国就是我现在重返亚洲 你们所有人的动作越小越好 只有我们美国有动作就好了 那因此美国给台湾很多压力 但是像菲律宾 尤其是越南根本不摔它 所以越南把一大堆的炮 这个野战炮都摆到比太平岛 更小的那些岛上面去 美国能够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那行政部门如果总统今天下令 把新的武器搬上去 美国压力马上就要来 台湾在国际上这么孤立 美国的意见也不能不听 所以我觉得国会这个时候 跟行政部门之间要有一个默契 行政部门不方便做 不方便讲的 你国会要心领神会 你自己要来做 所以我去太平岛的时候 我当时我就回来 我就问了他们一件事 我先问了一件事 你们现在要守多大海域 他说我们守近县制海域 是大概六千公尺 太平岛的周遭六千公尺 我说你们现在炮涵盖多少 三千公尺 我说这样 你怎么守住六千 你最多守三千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就跟国防部海巡署 大概密集的讨论一下 要把什么武器搬上去 要有一点黏又不太黏 要有嚇阻的价值 可是又不会太惊动周遭的国家 那就是你这里写的四菱炮 这四菱炮就是这个炮 所以我就要求他们搬了四门上去 另外你讲的那个一两栋炮 就是迫极炮 就是这个炮 这个炮 所以这个就一共搬了 因为我当时我写的这个决议在上面 就是要把这个炮搬上去 所以最后呢 太平岛增加了各四门这种炮 所以一共八门 东沙岛也各增加了四门 也是八门 这个火力大概就整整提升了三倍以上 至少是三倍 我如果这个是很重要 原因在哪里你知道 就是说未来最终 如果这只是个岛 那当然椰子是很多 可是喝椰子水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守吗 其实不是再回来看 那个甜美的果实 就是丰富的石油跟天然气 这个我们要去处理 那你如果武装的力量不够的话 我请问你 你怎么去处理呢 我先跟大家看 我们现在我们太平岛的码头是这个样子 各位看一下 这是不叫破破烂烂 你看我走在上面 自己都要低着头 我不是喜欢低头 我不低头 我担心我一脚踩到洞洞 坑洞里面去 所以这个跑道 一定要去做这个提升 所以我就提了一个案 这个案我就说明说 我们一定要加强 码头的这些的新建 但是那个好像今天没有带来 但我为什么这样做 最重要就是为了天然气 所以我提了一个案 我去太平岛回来以后就提这个案 说你这个石油天然气来源 而且为了要宣示主权 中国经济部跟中油公司 应该马上去太平岛进行地质探测等等等等 国防部海巡署就要保护他们 那坦白讲 很多人对马英九批评很多 可是马英九上来以后 经济部长林启明做了一件事 把相关的部会召集过来 说我们在太平岛开始进行探游 恢复探游 所以大家要来协助探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个做了以后 中油就提出说 那我就这样好了 在100公尺的地方来进行探游 100公里100海里的地方 太平岛作为100海里 其实坦白讲很大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这绝对是历史性的画面 中油当时在太平岛是探过游的 可是你看 整个的探游最后剩下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 不晓得人还以为那是干什么的地方 那什么东西啊 就这个一个 剩下一个柱子 然后就说树影在这里 一个碑在这里 所以呢 我这讲了以后就提了一个案 就说好 那要求这个要去做这个事 我跟各位讲 行政部门其实动作 不能一直骂人家说 他们都很差 能源局马上编了预算 编了 现在编了多少钱呢 1700万 所以我这个1700万下去 是在这个 这个经费呢 是在5月2号 我这个决议通过以后 他们很快就去编了 现在就要开始重新回到太平岛 要去进行石油最简单的探测 然后呢 码头现在呢 也编了大概1亿4千万 这个预算 这个码头 那今年分配的就是1900万 我们希望把码头给托宽 你至少要托宽到 譬如说100公尺 你像这样的一个码头 你能够停什么 现在很可能停什么船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太平岛的船 就是这么小的船 现在多功能的艇有了 比它大一点了 可是你看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只有这种船 这个配备 标准配备 四个人而已 你要怎么跟人家打仗 你至少必要的时候 我们的迅海号 要能够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你大概100公尺的码头建起来 如果你可以建到200公尺 150公尺 那我跟你讲 我们的成功舰就可以去了 所以你到最终 这个小小的岛 你要放一大堆的装备在上面 这个岛就沉下去了 所以最终危险的时候 我们的迅海号那些 你就要用20节的速度 成功舰这些 都要立刻带着飞弹 反空自海自空 这样整个船舰 要到太平岛这个海域来部署 所以这个码头的信件 第一个 我在这边公开讲 国安单位要帮忙 国安单位不能处处踢踢美国呢 我当时我也压力很大 我还是台美国会联益会的会长 你以为美方没有给我压力吗 你又把这种炮 又是你建立要搬上去了 你又带着队 浩浩荡荡跑去看 这个实弹的射击 就去年的9月初 那我当然压力很大 我跟你讲 每一个人都要想 我作为立法委员 我是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我不是美丽坚和中国的国会议员 我是中华民国国会议员 我当然顾全我们自己的国家立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国安单位 希望我们的国防部外交部 捍卫我们的主权 跟美国维持最好的关系 当然是以中华民国利益 为最优先的考虑 说到和美国的关系 其实我们说政府动起来 我们也都看到了 尤其像这次台飞冲突事件 我们也看到了军舰护鱼行动 也是持续进行 而且很大动作 那么这个总统 后来他又改口强调 他说其实是护鱼 是护鱼 不是军演 还说是大家误会了 只是其实明明就是 摆出这个大阵仗 进行军事演习 这个正式都摆出来了 为什么要改口呢 这摆明了是迫于美方的压力 可是这样一来 其实我们会担心 就是未来 你这个台飞在进行谈判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反而自己就先矮了一截 不过这个国际关系上面 外交语言本来就是 说一套做一套 或是做一套说一套 它倒不是一个改口 而是某种策略上的利用 而且它这个时间上面 还蛮快的 在美国的态度比较全面的 这个倾向支持我们 而且施压给菲律宾的这个过程里 我相信三方有非常多 理性兼这个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这个考量 那这个马英九总统 因为我们已经出去了嘛 这个都已经出去了 回来再说 不是军演就像出去打人家一棒子 以后回来说我们是故意的一样 这就是国际关系的处理 这个其实这一点还蛮符合 马英九总统的性格 他很擅长做这种事 像比方说他这个党内要 这个有一些权力斗争的时候 这个他的连主席想选主席说 他也是这个样子 哎呀欢迎你选 可是请你跟我一起竞争 我只举这个例子 这个蛮符合马总统的个性 那这个大家都是名眼人 国际之间都看得懂 那接下来倒是下一步 那现在就说 其实我们的名气啊 炒成这样子 大家都在民粹啊 菲律宾也民粹 我们也民粹 那就经过双方这个撞击之后 南海的主权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考量 那马英九总统 他从广大信号的事件 从这个你看我们台日权谈判 刚才这市场谈到 钓鱼台主权问题 现在反而变成中国大陆 他要谨守不放 那我们谈了这个渔权 我们的渔民反而在这个 非常执法严格的情况之下 要有一些渔民的教育 否则每一天都有被罚呀 这个这个渔民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那你的这个一个新的 对外的发展 你的其他国内的配合 是很需要 那我倒是非常赞成 像这个林委员所说的 我们在把广大信28号 这事情解决了 一方面谈于权 谈于权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强硬的态度 否则菲律宾这个国家 它都一个礼拜七天 他们都休息四天的 这个国家的 不管是政府还是官员 那你在太平岛上呢 是不是要有一些动作 那马英九总统说不是军演 他也可以以非军演的态度啊 非三军统帅的态度 去喂一喂一下 那在太平岛上的 海巡署的这些人啊 这个岛上应该还有 海巡署的这个替代役的年轻人 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 在太平岛服役的时候 他躲起来了 他还海巡署还请他妈妈 到那个直升机上去喊话 他才出来 那对不对 那是不是说 这个总统在 你已经讲过不是军演啊 那大家都看到 你表演了 美国人呢 对内也有一些自我的交代 可是接下来动作很重要 那太平岛的这个 主权的维护 其实对未来 我们跟菲律宾的 这个渔泉谈判 应该也是一种筹码的考量 更是我们的渔民 对政府的信赖 否则在这个情况之下 很多人会觉得 你不了了之 过完了就算了 总统的任期还有三年 他不是只剩三个月 这三年还是需要 他有良好的表现 更何况中国大陆 他对南海 这个经过黄安岛事件之后 其实他还是虎视眈眈 的确这也是我们要问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这个军舰强势护鱼 那么还派出了像是继德舰 当然有媒体形容 这是杀鸡用了超级牛刀 只是我毕竟要问 就是说在这个精锐进出之后 然后可以怎么做 总编辑菲律宾现在看起来 好像也无动于衷 还是说其实我们 基本上已经算是顺利的 可以把菲律宾逼上谈判桌了 我觉得台飞这一段争议 应该是一个波动性的 那之前是这个武贺 说出来就是武贺 那我们看这几天其实美国方面 其实这个回应 这个对台湾来讲蛮正面 那我想菲律宾方面 一定是承受的压力更大 当然就有人就问就是 那我们这个政府部门 未来要怎么做 我想常态性的护育 还有常态性的这种 这个持续在军事上 特别是海军 如何配合海巡单位这个船舰 给予菲律宾一个足够的这个压力 我想是这个绝对是超支在我们 而且未来一定是有所效果 比如说针对台飞争议海域 我们不能说之前护育以后就没有动作 我们随时保有几艘海巡的船舰 在前方执行 执行我们惯常的这个护育动作 那另外海军的这种南征支队 其实这个根据我们的了解 它已经把这个航向 这个整个这个巡银行的这个路线往南走 那我想这个态势就很明显 就是海军未来 它这个更接近菲律宾的这个状态下 对于我们前方护育这些海巡军舰 无一就是一个重兵在后面 这个保护的这个作用 当然这个态势 最重要就是让它常态化 这个长期化 那这种长期性的动作 不只说确保我们渔民在这个地区 海上这个捕鱼的这个安全 更重要的 对于菲律宾如果船舰有越界 我们可以试我们这个执法的需要 事实的这个 根据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规定 予以这个后续的处理 所以这样下去的话 其实对菲律宾这个海上压力 其实很大 它就很难说再用那么皮的态度 去面对我们后续的行动 因为毕竟如果菲律宾几艘渔船 被我们这个依法处置带回台湾 那到时候它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那其实从这次台飞这个争议 我觉得这几天舆论的发展 慢慢导向这个南沙 特别是太平岛这部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因为毕竟唤起国人 对于太平岛的重视 特别是整个南沙群岛 对于台湾未来有何利益 那我想通过这一波的教育 让老百姓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太平岛的建设 我们这个南海政策 我们的南海意识为何 我想全民在这一方面 有了更充分更深刻的认知以后 对于我们未来在南海地方 进行的一系列后续的作为来讲 才可以形成更有利的民意基础 那我想和互语有没有成效 其实外交手段很重要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外交斡旋上 是不是应该要更施展手腕 这个对台湾来讲 应该又是另外一波挑战吧 师成 外交 外交必须是压迫出来的手段 你现在直接跟人家谈 当然我觉得美国已经出手了 现在培瑞斯 这个Arteno 34 他们要加强他们的这个 各项的武器设备 包括要购买两艘军舰 他们要花18亿 还包括一些返舰机 那当然跟谁买 跟老美买 老美已经显然已经私底下都有沟通 我要讲 其实马总统 这次讲说非军演 我是有点意见的 其实他不用讲这么明白 他说这次呢 我们去顾于顺便宣示主权 但是呢 这次算不算军演各自解读 因为这次呢 这个因为是国际海军 所以如果我们要带炮弹 必须要先通报 然后呢 我们连炮衣都没有拿下 因为炮衣拿下来的话 就是准战争行为 所以我们这次呢 算不算军演 其实算是一个 没有实弹射击的军演 算是一个护鱼 那我们不要讲这么清楚 那我就要讲说 这些动作 其实都有要做 刚刚预发委员尝到了 包括我们的探游行动 包括我们军事设施的加强 都是为了宣示主权 而且都表示我们重视这块区域 因为之前 你就放一个海军署在那边 然后呢 在预发委员没有讲之前 那个40炮也没有 120破炮也没有 这样的军力 然后这样的一个设备 我讲了很点 刚刚预方委员讲 那个叫码头啊 是不准我们这些胖子去的 那一进去就直接掉下去了 那你等于是政府 没有用心在这些地方 那怎么行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里 宣示主权 以后在南海 我们聊两大重点 一个是互语 一个是互进 互语很简单 我们就是经常出去互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讲过 我们的渔船 在那个中非争议海域 台非争议海域 经常被抓 这几十年来 常常被抓 那个渔船都已经 钱都准备好 被抓就是要付钱 所以这样的情况 以后一定要解决 第二个是互进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海域 我们就是要加强管理 很简单 有了这样的作为 刚刚千惠谈到外交手段 你有了筹码 人家还跟你谈嘛 如果你在这里 什么都没有 人家跟你谈什么 对不对 这边大家分鸡肉的时候 你只喝到鸡汤 我跟你讲 我虽然不吃到鸡头 我鸡胸肉 我要吃一块 但是鸡胸肉 要吃一块 前提是你有作为在这儿吗 所以怎么样去加强 你大家认为 你中华民国 重视这个南海海域 现在是政府必须要做的 好 所以目前不需要要做 就是台湾和菲律宾之间 可以谈了吗 开始谈了吗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最近即将看起来 非国的态度 是不是有点软化呢 台飞之间破冰有望吗 我们稍后回到节目现场